大家好,我是西雅图姐姐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我们每年过年 必备的一道美食 熏腊肉 从购货到准备 到用什么材料 到最后熏成的全过程 今天来到Costco的Business Center 就是Costco专门给那些商家批发业务的 五花肉,不带皮的,这是不带皮的 这是带皮的,都是3块5毛9 这是一下子要买的比较多 可是做熏肉呢,这么多也正好 哇,这个很便宜啊,这是1块6毛9 都很便宜啊,这些肉 在Costco买的五花肉 先切成宽条,然后腌制 放了花椒,一些芭蕉粉 和一点点糖 还有盐,老抽和白酒 现在呢,往里加盐 盐呢,要多放一些 然后我们是用的 在Costco买的粗粒的海盐 看这个分量大概有半杯 或者是四分之三杯 现在加老抽 这是白酒 就是二锅头啊,这是最便宜的白酒就行了 汁调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又把一些不带皮的五花肉切过来了 现在要拿保鲜膜把它盖好 在冰箱里让它腌,差不多五到七天啊 如果能腌,时间长一点也没关系 它会腌的时间长,它的就更加入味了 拿皮尖捆一下,把它绑紧 在出太阳的时候把它们晾在外面 因为是冬天,温度不是很高 所以肉不会变质 就是沃尔玛买的这个熏炉 已经很旧了 这个肉呢 这两天 正好出太阳 在外面就是晒了两天 已经晒干了 太阳好的话 再加上那个冬天的风一刮 其实还不是特别干哦 可是就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肉呢是腌了 腌了五天 五天再 然后晒了两天 然后它呢 熏的时候它是在这边点火 找到什么程度呢 就可以盖了 要拿那个炭火 放在底下给它引 然后主要是要冒烟 所以先要点一下 然后再放炭火 主要是烟不要火 所以现在就是 现在就有烟气了 还不盖是吧 因为还有火 把炭给它点燃了之后 烟要靠 靠那个苹果树枝 那你要点炭干嘛 点炭是 苹果树枝烧完了怎么办 然后那个炭 就保持着那个热度和火 所以苹果树枝呢 就一直 就不停的在冒烟 没错 好 那这多长时间加一次树棍呢 就是冒的那个烟消失以后 就要再加树棍 那这个熏要熏多长时间 要熏24小时 要熏24小时 就是今天现在是差不多5点钟 要熏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 那要不停的要加树棍咯 所以一定要储存足够的树棍 还要弄点 弄点橘子皮的话 中间还要加一些橘子皮 那个橘子皮不用晒干是吧 对 这是新鲜的苹果树枝 不是要干的哈 因为让它是产生烟 对 如果要是没有苹果树 家里要是有梨树也可以 还有什么树呢 有些人喜欢松树的味道 你如果要是喜欢那个松树的味道 也可以放那个松枝 就是水果树是最好的是吧 里子树也可以 苹果树是第一 对 商店有卖苹果树枝的 商店里卖那个苹果树枝打碎的 有很多钱 商店卖的有打碎的苹果树枝 还是蛮贵的 所以我们是自己家有苹果树 而且是一棵比较老的树 所以经常会要剪枝 这个盖上以后 它那个烟气就会从那个烟囱里面倒出来了 这是从昨天下午5点 就是差不多20个小时了吧 煮成这个样子的 两个小时给它加一次柴火 现在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 哦 加了大木头 这也是苹果树干 我们家后院正好是剩下来的树枝比较多 所以呢全都用上了 烘完以后还可以继续晾晒 时间越长越好吃 好 今天就先到这里 祝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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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